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一些文字拼成的 只不过咱们平常看到的文字一般都是一行一行 可它呢 很奇怪 您仔细看 这些字呢 有大有小 小一点的字呢 四个一组 然后呢 每四组小字它连成一个方格 那么在方格的中间则有一个大点的字 这些字你当着看 没什么特别 咱们都认识 它就是普通的汉字 但是整体搁一块 它到底说的什么意思呢 哎 这就要靠您了 怎么样 看出点道道美 宏宇估计啊 您肯定在摇头 哎 其实啊 您别失望 看不懂 那就对了 为啥呢 因为这张图啊 据说很可能是天地会的藏宝图 哎呀 天地会的藏宝图 哎 具体呢 您先别急 先说它的来历 这位名叫林如东 啊 福建东山县同龄证人 当地的一位退休教士 2005年的一天呢 他突然想到 说说母亲去世之后呢 东西还没有清理 哎 她就去了母亲生前的房间呢 整理遗物 可是呢 没想到 正当他整理一个放杂物的木箱时 突然看到箱子底部呢 压着一张纸已经发黄 很有现年头 可上面的图案呢 很奇怪 哎 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哎 这张纸就这么来的 很偶然 那这么一张纸 那怎么就掀起了轩然大波呢 问题就在于 这张纸上的图案 看不懂 当然 看不懂的那不是这些字 这些文字啊 很普通 啊 就是咱们平常的汉字 写的呢 也挺工整 那怎么看不懂呢 哎 咱们知道 文字呢 组成语言 它是要表达意思的 可就这个意思 让人看不懂 咱们仔细来看一下啊 这些字 它虽然是按规律组合的 比如小字 四个字一组 可它呢 既不是从左到右 也不是从右到左 那您说该怎么读呢 还有 四个小字首尾相连 它每四句呢 它围成一个方格 方格中心呢 它又有一个大字 那么是应该把这些大字串在一起读呢 还是每个大字跟形成的方格的一个小字 它连在一起读呢 这个也看不懂 它里面的四个字四个字的 要怎么读法 它是在写什么 串来串去 看不懂它的顺性 刚才说了 林如东 他是个退休教师 当老师这么多年 他养成了一个习惯 有问题呀 那一定要搞明白 更何况这东西是在母亲的箱底发现的 那母亲箱子里边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东西呢 说难道这里边藏着母亲的什么秘密 哎 起初呢 林如东他好奇 也只想更多的了解一下母亲 他就开始呢 尝试解读 可应该怎么解读呢 林如东呢 想了个办法 抄写 他想在抄的这个过程中啊 他感觉一下这些文字之间的关系 可是呢 没想到 一动手 还是麻烦 怎么呢 他发现 整张图形啊 很完整 他不知道应该从哪起笔 更不知道在哪收笔 纸上的文字 它就像是一个螺旋链条 弯来绕去 它就跟迷宫一样 小小的一张纸 那为什么这么复杂呢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林如东呢 当时他就绕晕了 当然 抄写下来 他也不是没有收获 他统计了一下 整张纸上啊 共有441个汉字 那400个较小的字呢 他组成了41个格子 每个格子中呢 分布有一个较大的字 总共呢 41个大字 而要想搞清楚这些字 他到底说了什么 那必须要找出字与字之间的关联 那么这些文字 他拼成这么奇怪的形状 那到底该怎么解读呢 因为大字 他比较醒目 林如东就决定 先从这个大字开始解读 他试着把这些大字连起来 然后呢 他看看能不能理出一个完整的意思 那理出了什么呢 咱们来看看啊 按照现代人的书写习惯呢 应该是从左往右横着写 那么这些大点的字 第一行呢 就应该是信字一回集 第二行呢 则是道士臣妾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很显然 他没法理解 那么按照古人的书写习惯 从右往左 或者是竖着写 那又会怎么样呢 咱们再来看看啊 按照古人的习惯 第一句话呢 就应该是 极交相子 君妾 细起虚 哎呀 啥意思 诗不像诗 话不像犯 很显然 他也看不懂意思 那怎么办呢 大字他没法梳理 那就试试小字呗 林如东呢 于是把这目光就投到了小字上 那么他有收获吗 哎 你还真别说 一番琢磨下来 小有收获 一块来看看啊 这是整个图形的第一个方格 四组小文字呢 他分别这样 见窃 陈氏 执笔提起 诸人问诀 江夫笑耻 那这四句当中 前两句 那意思呢 很浅显 比如 见窃 陈氏 这是古代女人的自称 执笔提起 就是拿笔写字 但后两句 诸人问诀 江夫笑耻 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不懂 还有 四句话连一块 那意思呢 就更没法解释了 都认识 四句四句嘛 四个字来念就通 如果要上文件下文就通 你说奇怪吧 四个字搁一块 有些意思呢 挺清楚 可这四句连一块 那就彻底懵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自己没找到解读的办法 还是这张图 它本来就没什么意思 只是母亲随手写来好玩的呢 林如东觉得呀 说应该是自己没有找到解读的办法 为啥呢 首先 见窃陈氏 这是一个姓陈女人自称的说法 这个称呼 那肯定不是他母亲的 其次 林如东说 说他母亲的文化程度不高 平常的并不怎么写字 而这张纸的字呢 虽说不是很漂亮 但还算工整 他母亲的写不来 可问题是 这张古怪图案的纸 确实是在母亲箱子里面找到的 那这里面 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 这个秘密跟自己的母亲 又到底有着什么关联呢 可林如东啊 他没想到 就在他想不到破解办法的时候 有个人的介入 竟然把这张纸 引向了一个天大的谜团 神秘图形 惊见海岛 形态怪异 无人能识 错综的文字 奇特的组合 它究竟是什么 专家多方论证 能否最终揭开它背后的秘密 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张杰说到 对纸上的文字图案 林如东啊 他是绞尽脑汁 他也找不到破解思路 说这母亲的遗物里面 为什么会有这件奇怪的东西呢 他隐藏着什么意思呢 说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几次尝试失败之后 林如东呢 他不死心 他就跑到东山县图书馆 希望通过查资料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 但是呢 他没有想到 这次尝试 却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怎么呢 原因就在这个人 他叫游明元 他的身份是 东山县图书馆的馆长 一直以来呢 游馆长最感兴趣的 那就是东山县的历史文化 那天呢很偶然 他无意中呢 看到林如东的这张纸 图案呢很奇怪 他就问了 说这 这是什么东西啊 结果呢 林如东一说来的 油馆长一拍大腿 说有意思啊 我也来研究研究 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的 我感觉说这个 很新鲜啊 也感到很奇怪 所以我感觉说 他里面肯定有一些奥秘在里面 所以我才认真正的去研究 那么研究出了什么结果呢 不得了 游明元的猜测呢 把林如东啊 他也吓了一跳 他怀疑什么呢 他怀疑啊 说这张纸 很可能跟当年的天下第一会 天地会有关 这张纸竟然扯上了天地会 哎 油馆长他可不是下财 他还真有根据 什么根据呢 咱们知道 天地会是清朝时候的一个民间秘密团体 因为拜天为父 拜地为母 所以呢 取名天地会 那天地会最早 他是在哪出现的呢 据有关史料记载 天地会最早 他就是在福建张州一带出现 而东山县 那正是当年天地会的重要活动 在位 注意啊 作为重要活动区域 东山县一带 天地会成员呢 肯定很多 但是呢 他们当时也面临一个重要问题 什么问题呢 天地会啊 他有个口号 反清复明 那清政府当然要镇压 所以呢 天地会成员呢 他一般不能公开身份 可是呢 天地会成员之间 那还要往来 那遇到事情的还要沟通 可又不能暴露身份 那怎么办呢 哎 有办法 这第一种呢 叫切口 电视剧录顶记 那您肯定看过 比如两个人一见面啊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会里的兄弟 那我就会来一句 说地震南港 一派西山千古秀 啊 好 那你怎么答呢 那如果你说 门朝大海 三河河水 万年流 哎 那就对上了 好 那都是兄弟 走 那如果对不上 那后面的话 那就免谈 对完切口 那接下来的话 那怎么谈呢 那如果有书面往来 这个话又该怎么说呢 哎 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在清政府的高压政策下 那还得有措施 一保万全 怎么保呢 天地会就是在 张州最大 那女人 他本身有个秘密 其实这个我觉得说 本身他就是暗语 这个肯定是暗语 他这种形式过来 用这样子来写 他本身是给人家一个暗示 但是这个暗示上的窍门在哪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研究 没错 那就是暗语 东山县民间 至今呢 还流传着天地会的很多暗语 所以呢 游明园呢 他就认为 林如东这张纸上的文字啊 他用这么奇怪的图案来表达 他很可能正是天地会的暗语 所以呢 听完游馆长的分析呢 林如东啊 他当时他心里就是一惊 毕竟人家的这理由呢 他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可是 这母亲留下的这东西 那真是天地会的暗语吗 而如果是的话 那这上面又到底说的是什么呢 那要说这林如东 当时的想法 那确实比这游馆长的还更大胆 怎么呢 有这种想法 说这个是人间的传 传承下来的藏宝图 藏宝图 多年以来呢 在福建东山 有关天地会的传说 可不仅仅只是暗语 更多的呢 还是有关天地会的宝藏 咱们知道 宝藏传说呢 中国他确实不少 就天地会宝藏的说法 在很多地方都有过 比如画面上的这个地方 这是哪呢 江西梨川县大山里 著名的船屋 以前呢 咱们节目曾说过 说这座船屋啊 它很有特点 整个船屋呢 它占地好几亩 可是呢 它既没有正宅 也没有花园 全是房间 而且呢 每个房间呢 都有四五个门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据考证啊 说这里啊 那是当年天地会的一个中转站 而很多人不知道 就这个中转站 那居然也有关于天地会宝藏的传说 叫湾砖 对拱砖 经营十万零八千 据说呢 只要在船屋 你找到湾砖对拱砖 那就能够找到宝藏 你看 当年的一个中转站 那都这么有故事 那更别说东山县 那还是当年天地会的重要活动区域了 当然林如东他有这个猜测 那也不是随便说说的 怎么呢 除了刚才说的原因呢 那还有就是 这张纸上的文字呢 很晦涩 外人呢 他完全看不懂 这一点呢 也完全符合天地会暗语的特点 再说了 纸张他在哪发现的呢 林如东母亲的箱底 那压箱底的东西 那当然很重要啊 您说一个识字不多 文化程度不高的老人 他为什么要把一张这么奇怪的文字图案 他一直当宝一样的藏着呢 这说明啊 东西来历 他肯定不一般 您看 能同时符合这几点要求的 在东山那还有什么东西呢 恐怕 那只有天地会藏宝图了 当然啊 这也只是林如东的猜测 还需要什么呢 佐证 有一段时间的林如东 他便开始在东山境内到处收集有关天地会的资料 他希望呢 找到能够证明他猜测的证据 但是 您猜怎么着 也不知怎么的 在东山 居然他就出现了 天地会宝藏就在东山的消息 哎呦 一时间呢 人人谈宝藏 甚至呢 还有人也开始了 寻宝 您说逗吧 林如东说呀 说所谓这张只是藏宝图 其实呢 只是自己的一个猜测 没想到呢 有人竟然以格传额 把这事情呢 传成了这样 这就是咱们前面说的那场 轩然大波 那么 林如东的这张纸 他真是一张藏宝图吗 说出来这事情啊 确实有点搞 怎么呢 游民园和林如东 经过反复研究 最后啊 发现这张纸 他跟天地会 他没多大关系 他的这个活动的 这种 活动的这种 这种 内容上 因为从内容上 从内容上来看 应该跟他没什么关系 他的结构很奇特 他的文字又很浅 很很浅白 我蛮感到说 这个是什么藏宝图 这个是普通的一个 好像是诗文 啥 只是普通的诗文 相信听到这呢 有人还不干了 说这怎么可能啊 前面你怎么说的呀 这文字根本念不通 有这样的诗文吗 确实啊 这句 见窃尘世 执笔提起 诸人问诀 江福笑耻 四字一句 看着呢 挺像诗 可啥意思呢 谁都听不懂 那么既然听不懂 看不懂 那这样的诗文 还真是没见过 那么 如此古怪的一篇文字 谁写的呢 他到底有什么来路呢 不知道从哪开头 也不知道从哪结尾 更看不懂意思 那写这些东西的人 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研究再次陷入了僵局 那么 这张神秘图纸的背后 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不要躲开 悬念正在升级 这张图究竟是什么 又有何意义呢 有人说 它应该是天地会的暗语 很可能和宝藏有关 也有人说 它应该是一封夫妻情书 答案究竟是什么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为了破解这张古怪图形的意思 林如东和游明媛 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不过呢 很遗憾 他们的研究呢 一直没什么进展 那么 这张图案的密码 真的这么难破解吗 那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呢 我们编导去了趟东山县 找到了林如东老师 希望呢 和他一道破解这张纸上的谜团 那么情况怎么样呢 这怎么读 这确实没办法读呀 信字一回集 读不通 如果很得也不通 的确按正常思路呢 纸上的文字 他完全读不通 不过呢 在沟通当中啊 林如东有句话 他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里边有这种内容 伦理道德的 户人家的 伦理道德的 这个内容 林如东说 说他发现这张纸里啊 很多话跟女人有关 比如贱窃尘世 窃入夫门 非窃不适等等 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四百多个字 一百多句短语 多数意思呢 弄不明白 但这些短句 那还是一看就明白的 这确实是说 一个女人的事 那么说女人的事 那为什么要说的 这么让人难懂呢 难道 哎 有一样东西 不知道您听过没 什么呢 江永女书 江永女书 那是湖南江永县 一种很独特的文化现象 这种女书的文字呢 咱们看不懂 她的字体呢 大多右高左低 像菱形 她只在当地女人间流传 老传少 母传女 她绝不传给别人 那么 既然湖南 她有特殊的女书 那会不会这张纸 上面记录的她也是东山当地某种特殊的女书呢 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不过呢 实事求是 通过对比呢 这种猜测最终啊 还是被否定 怎么呢 江永女书呢 她有个特点 她只表音而不表意 记得呢 那是当地的地方方言 那么江永女书的交流呢 她是用当地土话 用唱的形式读出来的 但是呢 你再来看这些文字啊 一个个单独拎出来 标准的汉字 完全可以准确的表达意思 还有 江永女书的出现呢 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江永的女人 她没接受过教育 她们要传承一些东西呢 她只能用自己独创的语言来表达 可写这张纸的人 很明显 用汉字表达意思 她绝对没问题 而且您看 见窃成事 窃入扶门 写字的人呢 古代的语言呢 她用的还很规范 那问题来了 那既然能用汉字表达意思 那又为什么要把这东西写得让人看不懂呢 还有 林如东说呀 说在仔细的研读这些文字之后呢 他感觉这张纸上的语气和内容啊 说不像两个女人谈心事 反而像是一个女人在向男人诉苦 在问她的丈夫什么事什么事 就是这样 有一些遗迹都是这样 的确 在这张纸上呢 我们看到好几个地方 意思呢 很明显 您看 窃益人苦 代夫团圆 出嫁从夫 与水相依 这些呢 都明显表达了这些意思 所以呢 林如东说呀 说他在游民园研究后呢 认为说这张纸啊 他应该是百年前一封夫妻情书 有点不可思议吧 说实话 说这是张藏宝图 我还信 以夫妻口吻 把这线索呢 他藏在画里 他要说是夫妻情书 那让我信 那还真有点难 为啥呢 这些话呀 太绕了 你夫妻间说话 有这种必要吗 那么 这封让人完全看不懂的情书 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 难道这个谜 那就没法解开了吗 No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就在我们以为这次调查会无果而终的时候 一个意外发现 却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线索 什么发现呢 那天我们有点不死心 就在这个东山呢 四处寻访 想从民间的找点线索 结果呢 在经过一处古民居的时候 听到里面 传出了一阵很古怪的歌声 哎 您听住什么道道没 这些女人唱什么 咱们完全听不懂 但是节奏 咱们听明白了 刚好 四个字一句 哎 纸上面的小字 它也是四字一句 说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 当时呢我们很好奇 说这些女人唱的是什么呢 东山歌册是几百年前的历史传流来的 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原来啊 他们演唱的是当地的一种名歌叫东山歌册 那么这种歌册大概呢 起源于明朝 清朝的时候呢 很流行 大概呢 就是当年啊 这里的流行歌曲吧 听歌册的传承人介绍啊 说这种名歌啊 有三字一句 有四个字一句 也有七个字一句的 爱唱的 那主要是当地的女人 东山歌册以前是妇女 为什么 那个时候是没有电视 那个时候没有电视 所以你大街小巷 都坐着一群一群的妇女 有的就秀发啦 有的自网啦 来一个人唱大家来听 这样可以娱乐娱乐 那么林如东母亲留下的那张神秘的纸张 上面写的 那会不会就是东山歌册呢 哎 这事情呢 并没有这么简单 当时啊 我们拿着林如东的那张纸 在现场呢 做了调查 老人家 您之前借过这个东西吗 以前没有 以前没有 你知道这个上面写的是什么吗 都被他 说实话 这个结果呢 起初呢 让我们挺失望 但没想到 就在大家传看的时候 一位女人看到这张纸的神情 她有点怪 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平常就有听见这个人 是嫁给 本身是正前 嫁给 三个月 三个月 丈夫去新加坡 丈夫给他保证 保证 就要回来 其实 一起没回头 老人说 说这封家书的这个书写人姓陈 清朝末期 本地人 据说呢 这位陈氏啊 他嫁进夫家三个月 丈夫呢 就去了南洋 本来呢 出去之前呢 丈夫跟他保证 只去一年 可是不料 夫君不义 去乐三在 音信全无 更要命的是 陈氏的辛苦的守在家里 却从别人那儿呢 隐约听到了不好的消息 有人说 他丈夫啊 早就在南洋啊 又娶了个老婆 那这封信呢 那就是陈氏呢 写给丈夫的 他希望能够唤起 丈夫的重整旧嫌 诶 是这么一个故事 可问题是 一封家信 他为什么要说的 这么难懂呢 您猜怎么着 经老人指点 林如东呢 倒是一下子就弄明白了 你看 从这边 残阙 陈氏 指鼻提起 告达 焉家 各事之机 他 是这样 就是说这样 弯弯曲曲来 弯弯曲曲来 到下面才弯过去 这个是最后一句了 你看 其实他的字还是首尾 就是说 他换了一个方向 他去字也 也跟着换了一个方向 你跟着换了一个方向 是这样是吧 四十月份 自离故地就换了一个方向了 就到这里了 再转过来了 叶辉 加贫 加贫 叶辉 起立 不过赞助了 一帮一连 就这样就一直转过来 哎呀 绕这么大一圈 这么奇怪的书写方式 还真是从来没见过 那么诚实的丈夫 他能看得懂吗 我们这边人在猜测说 他们夫妻之间 经常用这种方式来沟通 哦 他一下子才能够办得到啊 哦 这倒是很有可能 可问题是 当年陈氏给丈夫写信 那为什么要用这么奇怪的方式呢 难道这只是夫妻间的情趣 可能吗 按说呢 在当时 以陈氏的身份 那应该是怨妇才行啊 那身为怨妇 又哪来这种情趣呢 您猜怎么着 了解情况之后呢 游馆长认为 说这封书信呢 那应该是东山歌策的另一种表现 怎么回事呢 特别是一些寡婚 有没有给你寡婚 张婚去世了 他又不能嫁出去 再重婚 当时就 这个是不好听的事情 那他怎么办 他的生活 就是以这个歌策 沉向 游馆长说呀 说因为当年的东山歌策的影响很大 尤其是对女人的影响 那很可能呢 在不自觉当中啊 他们在写信的时候 他就会用上这种独特的文化形式 所以呢 这封信 那应该是当年 当地民歌的一种生活再现 不过呢 很可惜 随着时代变迁 东山歌策这种独特的地方文化呢 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了 他认为啊 从城市家书这件事来看 保护文化遗产 那已是刻不容缓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是这些 下期 咱们再会 优优独特的城市 所以这些